第二次提,附案用筷子夾起一颗贡丸,以致这颗贡丸的重量50克重,若他的筷子此刻保持水平静止不动,且稳稳夹住贡丸,如附图所示,则此贡丸所受摩擦力种类,大小和方向为何,因为我们保持不动,所以他就是所谓的静摩擦力,所以选项只有A跟B会是对的,C跟Z的动摩擦力都是错的。 那么我们现在供丸本身有一个重量是50克重向下,要保持不动就要有个力量跟它平衡,这个量就是所谓的摩擦力要跟它平衡,那么两立平衡条件是大小相同,方向相反,就用在一条直线上,所以重量是50克重,那么摩擦力也是50克重,因为大小要相同,方向要相反,重量是向下,所以摩擦力就向上, 所以它受到一个近摩擦力50克重向上,所以第二次提问我们说,则此贡丸所受摩擦力种类,大小和方向为何,我们答案选的是A,近摩擦力50克重向上。